那黃醫師 妳打小孩嗎 我完全不打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也是單親家庭 我媽媽也從來沒有打過我 我覺得這些打人的人都太遜了 會欺負弱小的人 就是一個字 遜跟孬 那我媽媽的話 妳總有 妳也不聽話的時候 沒錯 可是我媽媽很厲害 她眼神就可以殺死人 所以怎麼會需要用到皮帶 對不對 怎麼會需要 那所以我覺得 那我反共大陸 可不可以借助妳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重點是 父母的那個 我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我媽媽說是非 對錯 能做 不能做 就是她的標準 那你只要抵觸 就是有一個很可怕的眼神 就過來殺死你 那你怎麼那麼怕媽媽的眼神 對 不過我覺得我媽媽 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因為現在很多大家都離婚 單親 我媽媽那時候跟我講的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是單親家庭 沒有爸爸 所以我們出去 是很可能會受到別人欺負的 在這個社會上 所以我覺得是她要求了自己 我們已經這麼弱了 出去要被欺負了 我作為家長 我在欺負我的小孩 這樣是不對的 那你的小孩會怕你的眼神嗎 好像沒有 不過我的做法 跟我媽媽又不太一樣 因為說實在 我小孩子有生病 我也不忍苛責 我大部分的時間是 就是生活上的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 比如說像剛剛她講的那些 都不收拾 那真的小孩子在某一個階段 或者是說她去忙遊戲的時候 她就是會這樣子 那我的話呢 我會像剛剛佩穎老師一樣 就是戲魂上身 我就會開始假裝我是女僕 因為我生活中 我也沒什麼機會 那妳不是校妝皇后 我就假裝女僕 我說是少爺給你倒水 給你收 然後我這樣做了幾 大概不會做很久 就做一下下而已 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他們會開始覺得很奇怪 你還是做媽媽好了 你不要做女僕 為什麼 我也覺得滿特別的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 用直覺生氣去打人 那用生氣去打人 權威教育是直覺 你不生氣能夠教育是能力 像黃醫師就當女僕 那個就是想法 我們其實 就是我也嘗試一下做女僕 是什麼感覺 我也不要跟他講說 如果你自己不收 因為其實很明顯 就是他不收 陳醫師很累 因為他要上夜診 他要賺錢 我也是同樣的狀況 我們就是累 我們沒辦法 所以我才希望你做好 可是事實上 我就做那三十分鐘 我也不要喊累 我就做給你看 我就一直做 然後還一直跟你少爺好 少爺 您說是 你這樣還要需要什麼嗎 然後小孩子就受不了 他說你還是做媽媽 我要媽 陳醫師不會花三十分鐘 因為他打嘴巴 大概五分鐘就結束 他連三十分鐘都不見得會花 他也不會花心思去講 怎麼去設計一個 當男僕去做 他不會 在他心目中裡面 是沒有這個想法的 我說實話 現在年輕人很多都這樣 對不對 生活常規不好這樣 瑞德 像這樣的生活常規 你覺得該怎麼辦 我覺得規矩是要慢慢建立的 當然不能 我聽黃醫師在講說 女僕的時候 我心想說 你家裡也想要用 不是 我呢 我覺得 我覺得絕對不是那個 在秋月園的女僕專用店 對不對 絕對不是那個樣子 我覺得他當女僕的時候 講的話一定蠻可怕的 免禮針 所以小孩子認為 還是當媽媽好了 對不對